大家好,我是Kaley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每周360 快速带大家回顾上周的车谈大小事 在我们开始之前 记得帮我们subscribe 还有like我们的video哦 第一则新闻 Proton可能在研发新一代的入门车 代替Saga 最近我们在一些社交媒体上 发现了一些信息 就是Proton可能在开发新一代的入门车款 这款车可能是新一代的Saga 或者是代替Saga的新车 因为在资料中都提到 这款车是Saga Replacement Model 目前关于这款车的详型还不大明朗 因此可能还是处在于前期的研发阶段 不过之前根据我国的马来媒体表示 Proton会在2025年会有新一代的引擎 所以相信这款车也是会配备新的引擎 一般上来说 开发一款新车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 所以这个时间点也对得上 值得一提的是 传门指出Proton Beza的大改款也会在2026年发布 相信那时候应该就是Beza和Saga 硬碰硬的对决了 你会比较支持哪一款呢? 第二则新闻 Lexus RX500H正式在马来西亚开售 史上最强的RX来了 在上个星期 Lexus Malaysia正式在我国发表了 RX500H X-Sport版本 这个也是目前市场上动力最强的RX车型 外观设计对比之前发布的RX350有着全新的运动 功能就是有后轮的转向系统 这个系统可以加强车辆的操控表现 所以这辆车看起来好像还蛮值得的 有兴趣的朋友已经可以开始订购了 第三则新闻 Mitsubishi X-Force即将引进马来西亚市场 不久前 印尼国际车展上 Mitsubishi就发布了一款新的SUV 叫做X-Force 这款车在东南亚的对手包括了 Honda HR-V Mazda CX-3 还有Toyota Yaris Cross等等 原厂表示 这款车是为了东南亚市场开发 因此基本上已经确认 它会引进马来西亚市场 不过 原厂也表示 因为这款车并不是主打性能 所以不会采用涡轮引擎 而是采用了Xpander一样的1.5L 自然进气引擎 最大马力103HP 141Nm 配备CVT变速箱 不过这款车最大的离地高度 高达222mm 所以说 如果你是在路况比较不好的地区 开这辆车 应该会很不错 不过比较可惜的是 这款车不具备任何的先进主动安全配备 不知道这一点会不会影响你选择这款车呢 最后一则新闻 Toyota Corolla Altis 可能会在明年推出大改款车型 在2019年发布的第12代 Corolla Sedan 可能会在明年推出大改款 根据消息指出 虽然Sedan市场萎缩 但是原厂还是有在规划 这款新车的未来 毕竟这款车全世界销售量 已经超过了5000万辆 新一代的Corolla Sedan 或者是Corolla Altis还是采用了TNGA平台打造 但是因为全球排放法则的关系 所以这款车会以混合动力引擎作为主打 排气量分别是1.8L和2.0L 但是电机部分则是第五代的系统 更轻松更强 以2.0版本作为参考 最大的马力可以到达186HP 表现很不错 只是不知道以后马来西亚的版本会不会继续使用 1.8L的自然进气引擎呢? 希望可以更换新的引擎呢! 这期的新闻报导就到这里 我是Kelly 我们下一期再见 记得把我们订阅分享按赞哦!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